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靠着全国三级警戒 不到两个月就把确诊数 从破百例降到只剩双位数 像是在昨天5号 更只新增了28例的本土病例 新北市更只有5例 Z创三级警戒以来的新低记录 这也引发了不少民众讨论了 好奇台湾会不会是全世界第一 不封城就禁忽清零的国家 还有人说这简直是世界奇迹 但也有专家认为 其实社区当中还是有个案的存在 能否清零恐怕还可难说 也有医师认为解封不拼快 而是应该求问 台湾从5月19号宣布 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端端两个月内 确诊数从破百例下降到双位数 让不少人好奇台湾会不会是 第一个不用封城就达成清零的国家 真的是世界奇迹 也有人骄傲留言 世界看好了台湾只示范一次 却有民众直言不筛 当然都是零 结果出国就被验出阳性确诊 还有人认为真正厉害的是 民众愿意配合 只关方数字真的能代表 现实中的感染情况吗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执行 这么松散的三级设计警戒的时候 竟然疫情还会下降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地方政府 都能够执行一个所谓的 关门打狗的政策 也不是完全就是靠三级警戒建功 那疫苗当然只打一成 也不是疫苗的功劳 最大的还是民众自己的功劳 有证家点出其实社区中 还是有无症状感染者存在 目前还不能太过松懈 又医师认为 7月下旬或许能稍微解封 但如果清零没有超过两周 或者疫苗覆盖率没超过五成 就不太可能回到二级警戒 更令人担心的是 像欧美国家也是在解封之后 出现一波反弹 解封不拼快但又求稳 反弹现象大部分发生就是 民众的心态松懈 我到时候还有一些县市的个案 仍然是比较多的 那这些县市比较晚一点解封 其实也没有关系 根据我们自己定的三级的条件 一周内有三个群聚 护林专案 北农专案什么的 那这样是不是也有三个了 这些的案子还是存在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都解封了 就要冒这个大大一个危险 建议解封还是要走渐进室 避免疫情瞬间再起 这问题反而太过倒了 谢谢大家